大家好,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,我是主持人小果 从更年期的时候开始,一些女性经常吃不好,睡不好,脾气还不受控制,所以容易落下一些病根 越是到了最后关头,又要注意身体的保养,以免给一些疾病,以可乘之机 女性决心后,要注意保养这以下几个部位 一,注意保养骨骼 绝境后的女性缺乏雌激素的保护之后,人体对钙质的吸收功能下降 同时大量的钙离子会随着人体的代谢而流失,就容易出现缺钙的现象 所以绝境后的女性一方面要注意保护好骨骼 同时在从事劳动的时候,还要注意避免发生剧烈的碰撞,以免发生意外 二,注意保养胃肠功能 强大的胃肠是人体获取营养物质的基础保证 胃肠功能不好,我们不仅无法享受美食 而且人体还容易出现消耗不良或营养不良的情况 对人体健康的威胁也是非常大的 三,肝肾功能也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功能 越是强大的肝肾功能,人体排毒、化毒功能越强 免疫力强,身体自然也就越健康 而由于人体的衰老,肝肾功能也会有所下降 所以绝境后的女性要特别注意肝肾功能的保养 好了,各位亲爱的朋友,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,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节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,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节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感谢观看